来到海南的第一站呢就是海南的省会海口市 先说我体验下来的结论 海口这个城市个人来说并不适合旅居养老 其实也不能说不合适 只能说是海南岛这么大 对比下来海口的竞争力真的比较弱 具体的体验是一种什么样呢 接下来的视频就会告诉给大家 由于我到海口市下船的时间呢都已经很晚了 所以匆匆忙忙的就住下了 在酒店APP里也能明显的感觉到 海口市的海边公寓价格属实不便宜 看到海的通常都在三四百起步 那种看不到海的普通酒店大约也要一百多块钱 反正是短住嘛也没有想太多 这一次呢我是住在海口的西海岸 就偏向于新城区这边吧 这边的环境还算上是不错 早上起来可以跑跑步在海边 吃过早饭以后呢我就在周边转了转 考察了一下这里的市场行情 这边租房的价格还是挺贵的 像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小区一时一天的价格 通常都在两千五起步 而且还要那种半年租或者是整年租 月租的价格更是起飞 我这次住在西海岸这边呢 城市的配套肯定是不如老城区的 所以我转念一想去老城区看看 万一那里会有价格更便宜 环境更好的地方呢 我的第一站就去了算得上是海口比较市中心的地方 就是这边的国贸附近 这里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上班工作 老年人反而真的很少 但是这里的配套环境真的没得说 商场超市购物街应有尽有 房租呢也是同样贵 月租的价格一时一清在三千五到三千左右 这个价格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班工作的年轻人较多 当然呢也可以选择不在这个商店居住 可以上附近离着商圈有着五六公米远的地方 房价呢会便宜一些 但是仅仅是便宜一些 大约的价格也会在两千五到三千块左右 老城区最让我接受不了的一点 就是这里的停车 真的很难 在老城区找免费停车位 那就不要说了 肯定是没有的 就算是花钱停车 那车位也是很紧张的 我找了好几个停车场 都是满员的状态 他们当地人也都是在老城区骑电动车比较多 像开车的话真的不方便 海口的物价水平呢 个人来说 其实是要比三亚便宜一些的 但是并没有便宜多少 如果去他们当地人买菜购物的菜市场 价格会便宜一些 这么跟大家说 这边的菜价比我在北海大约贵出20%左右 这么一说大家应该就理解了吧 就连他们当地人都讲这里的物价真的好贵哦 海口的气候跟有着一海之隔的徐温其实相差不大 但是城市的环境肯定是要比徐温好很多的 现在是12月份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有一些闷热和潮湿的 白天的气温也通常在30度左右 总的来说海口其实跟正常的大城市相差不大 房价贵 物价高 人还多 而且生活节奏一点也不慢 当然我说的生活节奏肯定是跟正常的旅居城市相比 跟大城市比海口的生活节奏还是慢一些的 但是海口并不是没有优点 优点就是虽说物价高 但是生活便利 交通同样也很方便 有机场 轮渡出道 真的非常方便 但是我觉得旅居生活还是要更注重生活这一边 所以我觉得海口并不是很推荐给大家来到这边旅居生活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要考虑海南定居的话 我觉得这个城市绝对是第一选择 谢谢大家